什麼部分 也就是我們一般標準的一些 比較共用的格式 是不是都在補片面做好了 那內容的部分呢 你會遇到哪些問題 平常我不知道大家 是先做簡報 還是先做Word 平常大家習慣是先做簡報還是先做Word 因為你通常會準備一些資料 是不是在Word先整理 對不對 還是你是簡報做完再做Word 這張都可以啦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對不對 那不管怎麼樣 你看如果假設你已經有一份Word或者比如說報告好了 你可能在Word裡面已經準備好了 那可不可以直接把它匯到簡報裡面 可以的 但是你要會用一種模式叫大綱模式 各位在Word裡面有沒有大綱模式 可能有尤其是研究所的同學一定要學那個研究方法 寫論文都一定要 好那 這個一定要會用 那麼原則上呢 我們會匯到 匯到簡報裡面的主要就是标題一跟标題二 階層一跟階層二 那當然你設成标題一、标題二它也很清楚 所以這個裡面呢 我拿一個simple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上面這些我就先不管它 我先把它拿掉 我先刪掉 那麼 我們從這邊 新增的時候 我們本來都是從這裡去選 就是選範本對不對 事實上你往下看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從大綱插入 所以你在Word裡面呢 你準備好了 這個檔案之後我就可以把它直接叫進來 那我這邊有先預先準備一個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好有一個從Word插入 所以 我把它插入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 你的內容就都進來了 我現在我裡面只有很簡單的 像這樣有沒有都幫你自動把标題那些都弄進來 還是平常各位比較喜歡 Copy貼上 你們是比較喜歡Copy貼上的那一種的嗎 喜歡做手工 手工藝 Auto 這個大家會嘛對不對 所以 大多數 大多數情形都是這樣 好 然後就切過來 再切過去 Copy 這樣也可以 但是比較累一點點 您可以看一下在這邊 你看我把它回到我的桌面上 我找一下剛剛那個檔案給各位看 您可能就會知道說這個大概長什麼樣 這讓我裡面的內容很簡單 因為通常 大多數人的習慣都是先從Word那邊 做整 大多數的 那所以您進到這邊之後呢 好 現在這個是 內容 有沒有 我內容只有放這樣 對不對 但是看起來好像都一樣大嘛 對不對 但是 重點是你要進到 檢視裡面有一個大綱模式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是有不同階層的 好 所以您進到這個 不同階層之後 你在這邊 比如說你要做標題的 在上面的 特別是叫階層 那麼下面的 階層二 階層三 原則上 你如果 一般大家預設的都叫做等文 等文是不賄賂的 等文是不賄賂的 那通常我們也不會用到階層9啦 沒有那麼無聊 用到階層9 太多了 因為檢報不適合弄那麼多 大部分都是用兩層比較多 所以平常如果說 您可以 嘗試看看 比如說像我們一般的檢報 也許會像 類似像這樣子 不是檢報 就是你的企劃書 可能會像這樣子 可能已經 是不是先有一個雛形了 對不對 先有一個雛形了 然後呢 這些 再把它拿到來 檢報裡面去 做一個檢報版 那如果你是這樣 你看我們到檢視裡面 大綱模式 你會發現 全部有沒有發現這邊 除了上面以外 下面這裡 真正資料開始的地方 這邊 網站名稱 有沒有都是叫本文 這個就不會進去 這就不會進去 所以 我如果把上面的我先拿掉 事實上這裡面有很多要刪 我就 先大概留一部分就好了 下面的我先把它刪掉 好假設我就留這一部分 那這個 我告訴他 這叫接成1 有沒有發現 出出來了對不對 這個網站類型 我也叫接成1 原油 這都接成1好了 創站的理念 接成1 好目的 這邊 我就想要拿 變裡面那一個 第二個選項 然後呢下面還有什麼 這裡 2 還有一個 2 這裡還有一個行銷方式 這個變1好了 那我假設是這樣的 我把它另存一下 另存 變成G 確定 好 好 那你記得這個檔案一定要關掉 一定要把它關掉一下 OK 現在呢我就把它匯到我們剛剛那裡面去 好現在一樣在這邊 我就從這裡 從大綱插入 我剛剛的是存成G1的 所以現在插入 好有沒有網站名稱 網站類型 剛剛有沒有變成2的 接成2的 這就變成裡面的內容 那您大概了解 主要就是用兩個而已 所以如果說您這樣握在那邊準備好 事實上就 不用在那邊來來回貼來貼去的 當然如果你要這樣來來回貼去的 記得 一定要多用我們那個軟體 什麼軟體 你忘記了 我們不是有個剪貼不加強嗎 你這個 是不是可以重複使用 如果你假設是這樣貼來貼去的 至少要這個也要會用 好 因為 我們最怕你貼來貼去是什麼原因 因為這樣貼來貼去很容易怎樣 漏掉東西 不然就是多的東西 重複的 好那這樣子的話有時候你沒有檢查到就 比較不OK一點 所以這個方式你可以考慮一下 那麼 相反的 相反的 如果你從 檢報先做好了 可不可以再回到握著裡面去 也可以 因為有時候 像我這次我就顛倒做 就是我要整理給各位那些東西 我是先把檢報做好 再整理成那一個 還是你平常都是兩邊同時開 左右開工 這邊做的都copy copy 這樣也在這裡 對吧 所以如果說你在這裡 假設這個 我假設現在用這個 你看 另存新檔的時候有沒有一個叫其他格式 你也可以這樣把它弄出來 好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有沒有大檔RTF檔 就是這個 你把它弄出來 那 假設我就變成 140之 或者 好 現在存出去的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 這個 有沒有RTF 我把它打開 OK 那麼我就讓他這個格式 當然你用存文字也可以 我就先讓他用單一格式進來 有沒有 你弄出來的 那如果說你用存文字的 進來是最方便 那萬一你這樣一打開了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可以Ctrl加A Ctrl加A就全選 Ctrl加C是複製 那麼你可以利用我們剛剛那個剪貼付加強 你看一下我現在把內容刪掉 因為如果你剛這樣子你去改變格式 是不是沒什麼用 有沒有 這邊還是一樣大 你是把它再做調整 所以我可以把它先刪掉 因為我剛才你在剪貼付裡面的 我現在貼上的時候貼成存文字就好 有沒有存文字就進來了 你剪貼的內容有沒有都OK的 這樣 所以其實那個可以做一個過渡 就是我們那個剪貼付加強那個軟體 事實上你如果不想要那些格式的時候 我就可以繼續把過濾料再拿出來 就變成文字了 你就 千萬不要像剛剛這樣 這來慢慢調 這樣很累人 即使你會套用複製格式 也要複製很久吧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是 兩個在內容裡面 先針對 絕大多數的這個文字內容 你可以像這樣先處理一下 先把這個部分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你要佔用一下投影片的版面配置 我不知道不會平常有沒有在用版面配置 我們剛在母片裡面不是很多那個版面的 就是那個配置的方法嗎 因為 比如說我們剛剛雖然把內容調進來了 可是你不見得這個你不見得要這樣放嗎 也許你會加上什麼圖片啊或者是影片啊 之類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這邊 如果你在這邊要插入圖片平常各位都怎麼做 就插入 這樣嗎 這樣 這樣有點累 你是要來自己拉位置 所以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你按右鍵 新版本有一個比較好處就是比較大好處就是在這邊 有沒有都有 很多不同的版面配置 你可以用相同因為我現在有半個母片嘛 所以你會覺得感覺起來看到比較多 那你就選相同系列的比如說我這一張來講我是要什麼 要那種就是左圖右紋的 我找找一下 左圖右紋 在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 有沒有我們現在用的是 我看兩個 左圖右紋 怎麼剛好沒有左圖右紋 你可以自己再新增一個 那 我現在用一個 我先用比較簡單的用這個 有沒有自動它就 這樣大了 你了解意思了嗎 好 你如果有內容你就可以直接從這邊插進來 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是其實你可以考慮 我們有介紹過一個叫抓螢幕叫pickpick 有沒有印象 因為當你抓的比如說 假設我來這邊抓這個畫面好了 我回到創用CC 好假設我要抓這個畫面 我來這邊把畫面抓起來 你放進來的時候 我就放到 我要放到這裡面對不對 你不用存檔直接貼貼了就好了 他的位置就跟他剛剛好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你是在外面的 自己調 平常大家是這樣做嗎 喔 難怪會花比較多時間 有沒有你有擅用它的那個版面配置 你看我把這個內容刪掉 有沒有它位置又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的版面配置有設定好 其實就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版面配置內建的你多應用一下 你會發現調整比較快 當然我不敢保證說 這個百分之百都適合你用 因為有某些地方也許有特色情形 但是就是說大多數情形下 我們比如說你要做中分的 有沒有像這樣中分的 你就不用那麼辛苦再去自己拉 好所以速度上會比較快一些 這個是 額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給大家參考看看 好的 好